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太闲是一种灾难 作者 古学禅师 古语有云 少年经不得顺境 周年经不得闲境 老年经不得逆境 人不能过得太闲 尤其是对于周年人来说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灵 忙碌是生命的存在感 大了不惑之年 周年不是停滞 而是择忧前进 越到周年越不能闲 忙碌只至于是见一切心病的良药 人 闲一点是福气 太闲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在菜根堂中说 人生太闲 则别念切身 当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 内心的杂念便会悄然滋涨 看着伴侣觉得他变心了 看着孩子觉得他学坏了 看着朋友觉得他在刻意疏远自己 俗语讲 无事则生非 生活中产生的很多痛苦和抱怨 往往都是因为太闲 太闲会毁掉一个正常案 从前有一对夫妻 上路雨漠很多年 日子虽然过得辛苦 但是也很幸福和睦 有一天 丈夫兴高采礼地回家告诉妻子 说自己买彩票中了一千五百万的大价 两个人欣喜若狂 隐隐无眠 第二天 两个人都辞掉了工作 打算从此游身闻水 不再辛苦劳作 而按消耗的日子过了没多久 两个人就出现了矛盾 女人闲在家里发光 在丈夫的鼓励下学会了打麻将 越打越打 越识越多 两个人因为钱的事情开始没日没夜的争吵 最后闹到离婚 想尽的幸福 夫妻仿目成仇 有人说废掉一个人做狠的方式 就是让他永无止境的形状 故事中的这代夫妻就是因为太闲 毁掉了自己 又毁掉了家庭 在劝明诗云 不见闲人经历长 但见老人筋骨时 工作是人生中的一场休息 无事可干 不正业的人 如果闲散下来 会滋生出很多恶习惠毛病 闲人愁多 懒人病多 忙人快活 人太闲就会胡思赖脏 太懒惰就会体会罗病 人总要让自己有点事情做 精神才不会空虚乏味 身体才不会懈怠无力 散传完先生说 我的人生最怕就是休闲 休闲会失去生活的意义 忙碌了生活而使人精力充沛 拦下的生活让人无精打采 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公平的 如何过一天就如何过一生 忙碌起来还哪有时间伤春悲秋啊 忙碌是治愈一切自愿自爱的良药 忙碌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佛观禅师门下 有一个弟子叫大志 在外游学二十年 等他回来的时候 看见师父充满活力 就像他临走时那么年轻 他心里疑惑 问师父 您这二十年过得怎么样呢 为什么不见您衰老呀 禅师笑了笑 这二十年过得很好 每天讲学 书法 写字 画画 和你在外游学一样开心 第二天 弟子们还在睡梦中 禅师已经起床诵经 做早课 早课过后 紧接着为弟子们讲经书法 有闲暇时间还要练习细话 从早门到晚 没有一刻停线 大志问师父 师父 您整日如此忙碌不绝地辛苦吗 年纪这么大了 为什么要让自己如此劳累呢 佛观禅师回答 我每天这么忙碌 哪有时间变老呢 是啊 如果整天做着有意义的事情 就会感觉很充实 自然身心健康 闲不住的人 根本没有时间变老啊 古语有云 人嫌是非多 百忙解千愁 忙碌是一种幸福 没时间体会痛苦 斑驳是一种快乐 能真实感受生活 六十岁的颜歌诚 依然是一个忙碌的空中飞人 每天写作六小时 每个月的一天 就要游泳一千米 时至今日 他仍然保持着优美的身材 齐排是一身笔根不错 在七十岁时 仍然真实每天无所画 杂交水道时 不笔荣平 八十九岁 仍然忙碌在田间 他说 杂交水道 让他没有时间变老 人不能太闲 太闲 则无所事事 一身杂念 这事上没有比每天躺着 看几个小时电视 更容易摔摇的事了 忙是治愈一切心病的良药 西云大师说 忙也是一种修行 太闲会让人产生妄想 人忙心不忙 我们心又安详 同样是忙 有些人忙得一团纷乱 有些人却可以欺定神仙 所以人忙心不忙 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能在忙碌中 保持一颗平常心 获得自在洒脱 很多人抱怨工作忙碌辛苦 如果只把这种忙碌 当做一种压力 人就会活得很累 但是如果能将工作视为兴趣 带着激情去工作 人生就会大不相同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 他曾经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的第一份工作 虽然天不亮 就得去上班 办公室里的灯光 又很昏暗 但是我从未厌烦过 这份工作 甚至为工作而着迷 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 我对于工作的热爱 他还说 我从未尝过失业的滋味 并不是我运气有多好 而是因为我如此热爱 我的工作 如果是工作为乐趣 那人生就是天堂 如果是工作为任务 那么人生就是地狱 从忙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 生命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 忙也让我们获得许多知识 认识很多朋友 解下许多善缘 在忙的同时 我们也要试试享受生活 把生活当作一门艺术 偶尔放闷脚步 会发现更多别样的风景 陈世间 无数人为了金钱名利 忙到新来 而那些生活的质责 却总能留意江春水系了 他要喜劳碌之身躯 存一颗闲尽淡薄之心 静看花开花落 人生太闲 则别念切身 太忙则真心不鲜 闲是一种对生命的修复 忙是一种对生命的释放 闲能让生命更加充实 忙能让生命更有意义 愿我每个人都能把握生命的节奏 活出气象万千的一生 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来自省一下 你的一天忙不忙 我来举一个 我大约了解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家阿多妈 想象了远多 可能就要起来了 因为要给小朋友吃的 起码要去买吧 然后准备的两个小朋友 要准备出门上学 上学之后呢 回到家里就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 打扫卫生之后 如果需要 可能今天还要洗一洗被子 洗一洗床帘 洗洗衣服 然后送完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是因为他的家人 有回来 下班算晚班回来了 他可能就要去休息了 好了 然后他弄完一天 睡到中间 那是吧做午餐呢 弄一弄吃完午餐之后呢 下午又开始收拾家里 做一些日常 或是做一些自己兴趣的事情 看看电视剧啊 或是唱唱歌啊 听听歌之类的 然后又到了小朋友下学的时候 好 下午之后 好起来 然后弄一弄 简单的吃的 就算不用弄 简单吃 有个点心吧 然后就送上补习班 补习班上完之后呢 又回来了 到了晚上 小朋友在家里念书 他还旁边陪伴着 顺便在陪我开播 然后时间到了 摇摇家里的人 起来上班了 又要叫一下起来 然后到晚上 差不多十一点 小朋友关播了 他的小朋友都睡觉了 他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有时候忙吗 其实他的一天挺充实的 以前的以前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其实挺累的 因为每天日复一日重复 可是当我的现在 因为我最近也不算闲 其实我觉得我挺忙的 因为我觉得 录你和我的时光 是我一天当中 可能最充实的时候 第二充实就是开播 因为开播可以杀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 陪我一起吃饭洗澡 什么之类的生活 挺好的 然后 我觉得 其实说真的 录到现在两百多篇 我也数不清 到底要去多少篇 但也两百多篇有了 读你和我的月的时光 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理解到 很多不同的东西 心其实有沉浸很多 以前遇到很多事情 自己会比较钻扭脚尖 没有办法那么快地 冷静下来去思考这个事情 甚至跟别人一起的争执 我就会有点 一股脑想跟人家吵到底 可是现在经过这么长 一段时间的洗礼下来 我发现我比较不会 就哪怕 我昨天晚上 就遇到这个情况 其实我字都打好了 我真的想骂过去 可是 我在发出去的前一分钟 我把我打好字 又删掉了 我心里想 我跟一个 从次不同的人 理解能力不同的人 去大小眼争辩 有用吗 没有 最后只能吵架 我何必跟他争辩呢 我只回来一句 莫名其妙 然后 我该做什么做什么 剩下的就不需要你读管 你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突然发现 吃太咸真的不好 我从出生到现在 好像都没有过过太咸的生活 有了有了 就是男的休假的时候 除了开播以外 时间除了 如果你和我 跃度时光的时候 我快也不知道 我要干嘛了 我要干嘛 学新歌吗 我像不休息 学什么新歌 然后 吃饭 吃什么 不知道吃什么 因为我每天都不知道吃什么 那洗衣服 衣服洗完了 那又干嘛 就是你知道 当我开始真的休息 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 太咸就开始想 我又有什么事情不高兴 就是会胡思乱想 所以我还是觉得 人过得很充实 就像你可能每天早上起来 吃个早餐 然后上班 上了班之后呢 就是下班 下班之后就回家 回家陪我开播 然后吃晚饭 洗澡 然后上床睡觉 一天不是这样过去了吗 所以我突然觉得 其实人日复日过 相同的生活 并不是因为 为了活着而活着 他其实就是在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 不同生活中 找到我们想要的乐趣 因为每天其实90% 跟昨天过得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怎么样 让这90% 跟昨天有1%不同呢 可能是看我直播吧 因为我今天会讲出来 都应该跟昨天不一样 我总会跟大家分享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我总觉得 多看新闻 多看书 多看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或甚至去看一些 沉浸新的东西 甚至好好的听 你和我的时光 你会发现 你真的会成长 你的心灵会进化 你的思想的程度 也会有所升华 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希望你能维持 因为它对我们的未来 真的有帮助 那么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明天之后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